其他消息来看 韩国中部一家轮胎制造厂发生了大火 超过1000名民众被迫疏散 这间工厂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轮胎制造厂 轮胎生产已被迫暂停 失火的工厂冒出滚滚浓烟 烈火不断狂烧 大田市民防部队派出数十辆消防车辆 但迟迟无法控制火势 大火从工厂的货舱烧起 并延烧到整间工厂 烧毁了4300平方米大的货舱和超过18万个轮胎 这名目击者表示 工厂失火约十分钟后 货舱的屋顶突然爆开 导致大火瞬间蔓延 虽然没有人在火患中受伤 但火势猛烈 加上冒出浓烟和有毒气体 工厂员工和附近居民被迫疏散 另外大火也殃及附近的高速列车轨道 来往首尔和釜山的列车被另暂停进20分钟 工厂表示 生产线没有被烧毁 不过轮胎生产已暂停